各位网友大家好 首先多谢Surfshark VPN再次赞助老徐这条视频短片 今时今日网络服务可以说涵盖了我们都市人的生活种种 所以网络安全自然不容忽视 一个可靠的VPN服务可以说是最佳的保证 今天我想跟大家推介的Surfshark VPN 对于我来说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容易上手 界面非常简单 还有所有的系统都是有APP的 无论你是用Windows、MacOS、Android或者iOS 都是有APP的 用了Surfshark之后 你真的可以匿名上网了 不会被任何人查到你的网络行踪 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目前他们提供了超过3000个服务器 保证你一定选择一个你所属意的地区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都好 电线装置的数量都没有上限 所以无论你给了多少钱 你所有的装置 甚至是你家人的装置 都可以获得保护 虽然Surfshark VPN 没有提供免费试用 但他们提供了30天的退款保证 现在有一个叫做Black Friday offer 大家按下这条短片的相关连结 然后输入Trace Talk这个批评页 就可以享用1.7折 即是83% off 还可以获得4个月额外免费的使用期 好了 今天是2021年11月22日 欢迎大家收看《随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的标题叫做彭帅与梅艳芳 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我将这两个女子 一起讲 讲她们的什么共通点 相差点 或者她们的事件 她们的现象 有什么共通点 不是 今天的内容事实上是有关这两个女性 不过是分开的 没有想尝试跟她们做什么比较 先讲讲 上一段视频其实也是讲彭帅 有些留言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的精彩留言 好了 上一次我的题目叫做 中共一手遮天被破功 压制彭帅事件遇反弹 国际批评四起 杯葛北京 东奥声暴增 还有意大利不理会中共警告 照办异见艺术家巴雕草画展 和黎智英获奖 获班伊菲尔新闻自由奖 其实将这三件事 一起讲都是讲中共形势向校画的趋势 好了 MRSHYU就这么说 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胡诗 曾经在台湾感叹 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 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 然后他括弧 1950年胡诗的儿子胡诗道被迫 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我的父亲胡诗的批判》 之后胡诗道也被划为右派 被批斗于1957年上吊自杀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出所说的 你不单止没有说话的自由 你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这才更加恐怖 这件事情也引用在彭帅的身上 一会儿我们在评论里也会提到 另外 张CN 他这么说 张高丽也不敢第一时间出面否认 其他的解释都是苍白的 这个讲废也很有道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 一些叫做 我们一般来说 自由世界那里 其实最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当事人出来说 除了彭帅之外 另一个当事人当然是张高丽 到现在 张高丽也是完全没有说话的 好了 另外KK虚就这么说 他说 人类括弧 包括个人、机构、国家、政府 最大的错误就是 以为商业括弧物质 利益大过天 实情是天大过所有东西 接着他就说 耶稣尽了电 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我的电 必作祷告的电 你们倒死他成了 拆窝了 他说 希望我们各人 各个机构 各个国家 都不会失去目标 最重要 不是利益大了 天才大了 人心里面要有天 好了 还有 Kelvin Tom说 只有真相才能够滴水不流 任何虚假都有破绽 就看看你的破绽有多明显而矣 这个也很有道理 Kelvin Tom 一会儿 节目讲彭帅一些新的情况 要看到 多次这些出来解释 到最后都是破绽百出的 好了 还有 Gloria Why 他说 《网球运动似于欧洲贵族》 他说 讀少少皮毛历史 都会听过巴黎的网球场宣言 虽然也应该有少少层层 不是一美这样 在新世界咸头新兴起的运动可以比 他说 我是网球运 今次事件没有很大的期望 畅畅这个是癌种在欧美输血养大的 癌种就是比喻中共 他说这个癌种是欧美输血养大的 不过至少不觉得网球界WTA失礼 Gloria提及网球厅宣言或网球场宣言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宣言其实是一份由576名的法国三级会议 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 是在1789年6月20日 签署的誓言 讲到1789年 大家应该想起 就是属于法国大革命差不多的一件事 这个誓言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所有签署者 在法兰西皇国的宪法制定和通过前 绝对不解散 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和关键事件 这个叫网球场宣言 之前法国皇帝路易十六 反对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会议 当时三级会议就是一、二、三、三级 法国国皇反对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会议 不允许第三等级代表进入三级会议会场上 因此第三等级代表决定在附近的室内王家网球馆开会 在那里第三等级代表们发誓 将会继续开会 不制定法国宪法是绝不解散 就是他们一定要参与其中 除了一名代表拒绝签字之外 其余的五百七十六名代表都在誓言上签字 这是第一次革命性的行动 他代表向世人表明 政治权利是属于人民 而不是属于君主 这个网球场宣言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标志 好了 多谢Goria给了这么好的留言给我们 好 先讲讲梅艳芳 梅艳芳最近这部电影上话 所以又产生了一个叫梅艳芳业 梅艳芳的电影有很多人看过之后 就说 觉得没有六四 这部电影里没有六四 没有梅艳芳的妈妈 和她大哥 也没有何韵詩 在电影里没有何韵詩 觉得这部电影不够全面 当然 这是可以明白的 明白是什么呢? 明白有两个因素 一个叫市场因素 一个叫法律因素 这个所谓的市场因素就是 如果你的电影想在大陆上演的话 当然不可以提很多东西 现在不单止在大陆了 现在在香港上演 你也可能不能提六四 这个在以前来说是匪夷所思 香港怎么可能不可以提六四 但现在你看到支联会的一群人 已经被捉入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梅艳芳这部电影 不能够出现任何政治场面 这是我所谓的市场因素 至于 什么叫法律因素呢? 就是因为 话说梅艳芳 都是我们叫做 现在的人 是吧? 梅艳芳是1962还是63 好像是63年出生 62好像是 小我两岁 很多人都仍然在世 梅艳芳这一代的人 很多人梅妈妈妈还在 梅艳芳的哥哥在 他的徒弟在 所以其实拍这些人物传记片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拍一些 譬如 已经是我们上一代 或者上两代 上三代 整代人过去了之后 你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告你诽谤 但是梅艳芳实在太近了 你拍他的传记 实在你有很多可能的阻招 我相信 这就是 为什么梅艳芳这部电影出来之后 有很多人觉得不痛不痒 我还没看 我没有机会看 在英国 现在不知道怎么可以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 这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这部电影 有些人就会看到很感动 为什么呢 这部电影除了梅艳芳 还有哥哥 就是张国荣 这些我们很欣赏很怀念的巨星的场面之外 还有我所谓香港最风光的时代的景象 这些事情很可能都会令人产生一种怀面的情绪 所以很多朋友看完这部电影都说 感动落泪 哭得很重要 我相信我也会 因为我属于那个年代的人 但是刚才所说的 始终会美中不足 而学者兼导演舒奇 就在他的YouTube频道叫做《只要有电影》 他这么说 他说 他的题目叫做 虽然蚊比和牛比 但十方真的比梅艳芳 十方就是另一套 以梅艳芳作为背景的电影 导演高志森 你不喜欢高志森这个人也好 我也是不喜欢他这个人 大家政见很不同 但是 我没看过《十方》 但是舒奇的意见就是 他觉得《十方》比梅艳芳好 《十方》是一套什么电影呢? 《十方》就是说梅艳芳几个歌迷 好像说四个歌迷还是五个歌迷 分别的故事 和梅艳芳之间的关系 而这套电影的设定就是梅艳芳已经死了 有关他自己的遗物 的处理等各方面 就涉及到他的歌迷会 一个这样的故事 属于《则写梅艳芳》 他和歌迷如何对他 其实你也反映出梅艳芳的为人 我自己觉得 虽然两套电影我都没看过 我纯粹是从舒奇导演的说法的时候 我觉得《十方》比梅艳芳好看的可能性是高的 我说我要看完之后我才说 究竟我觉得《十方》是不是真的好看的梅艳芳 这是舒奇导演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是高 为什么呢? 其实从事创作的人都会知道 无论是写一篇文章 拍一部电影 讲一个故事也好 特别如果那是一个 你叫做Documentary也好 或者是人物传记也好 设计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生这么长 究竟你的设计点放在哪里呢? 通常设计点就是视觉 就是你对这个人的视觉 所以 反而 越小的设计 你越容易拍得精彩 越容易细致 而不是水过压背 当然梅艳芳是一个这么精彩的人物 如果你要拍他的一生 不是一部两个钟头的电影可以做得到 可能是一个Documentary 反而是一个Documentary 可能是很多集 每集你选取一个视觉 其实写文章也是 写文章选取的角度很重要 最近我举一个例子 《众新闻》找老徐写我的移民的心情 他们的设定是什么呢? 你要对一个人说话 就是说 你说你的心情不是对着香港人说的 不是对着泛泛而论的 而是对着一个人来说 于是我就选择了对我母亲 对我母亲 去说 我移民的心情是如何 这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就这样泛泛而论 你的移民心情的话 其实也会有机会好听或者好看的 不过不及你对着一个具体的人 大家有关系 我所说的是有关系 有关系 那篇文章就会势力争执很多 好了 但是说梅艳芳 最近在我的无论是WhatsApp Signal Group 也有一个问题 有人问 你猜妹姐如果现在还在生的话 她会不会像她的老友记 陈百祥 曾志伟 或者成龙 这样跪下呢? 在我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自己的看法之前 我想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 我为大家预备的视频 这个视频 其实是发生在 梅艳芳在六四之后的两个不同的时段 他有关这方面的发言 不是 其中一个发言和六四无关 不过也是在六四之后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曾经有人问过我们 你不担心 你将来会被人算账 秋后算账 我 我为什么怕 我就是兵 勇字当头 冲啊 但是那些军师 例如那些三条毛 那些 陈百勇 他们比较害怕 麻烦音乐停一停好吗 谢谢 谢谢 之後可以為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我一個出路 但是自從我參加完之後 有很多壓力在我身上 每一年 我都會掛著一個大姐姐的名義 每一年陪我很多新的人才出來 很多新秀出來 新秀就是一個很好生育的媽媽 她只好生了一群子女出來 但是她根本一個人 照顧不了那麼多個子女 而我身為這個大姐姐 我覺得自己的責任很重大 我不想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每一年我們對自己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想做一個好榜樣給大家看 給我後面的私底、師妹看 但是有時候我自己感到壓力很大 但是如果我想想想 當初我如果不參加新秀的時候 我想唱夕陽之歌 有沒有人會聽我唱 但是今天我唱的話 我唱出了自己的心聲 我希望這個大家庭將來會對這些孩子更加好 因為在我當初來講 我覺得這個責任更大 但是似乎他們沒有真正照顧過我 但是似乎他們沒有真正照顧過我 我很希望 我相信就是一群演藝人在外國巡迴 而那些巡迴 美姐在影片前段說的就是 我們很燦爛 就是說很殘 而且很爛 我想就是一個巡迴 是為了去講六四 或者甚至可能是機會六四未發生 你知道那時候是什麼呢? 那時候有關愛國民主運動的時候 前期其實是一段醞釀很長的時間 學生歌在廣場上 一段很長的日子 於是香港人就要運物資上去 當時李卓人也是其中一個主力 要運物資上去 好了 這段話 就是梅艷芳說 你害不害怕? 大家都知道 後來梅艷芳 是沒有到大陸那裡賺錢的 一段時間沒有上去 當然直到他離世 2003年離世 好了 然後接著 在第二段 你看到他說什麼呢? 他就是為一群新仇 去發聲 他說你很好生養 每年都生了很多子女出來 你要照顧 大家都見證過 梅艷芳是很照顧她的私底私妹 新秀的私底私妹 很多人做了她徒弟 反而她照顧這群新秀 多於TVB 當時的唱片公司叫華星 你從這兩段影片 你也看到 你也看到 我看見她的妹妹的為人是什麼呢? 仗義執言 好 有人說不是啊 她在1993年 接受鄭玉玲的星夜傾程 那裡有一段的話 她說 那時候是1993年 這個節目 1993年的時候 妹妹的說法就是 我們基本上都不可以說一直逗留在過去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向好 我們要支持她 我們要支持她 中國人不可以一盆散沙 我們去到外國 我們也可以 因為中國的繁榮 我們會引以自豪 她的意思是這樣 有人說 那你是不是轉態? 這些說話 不足以證明 我自己覺得不足以證明一個人 有沒有轉態? 我相信在1993年的時候 在89事件之後 當這個開放改革政策 繼續傳出進行 當時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咦? 又可以看看 甚至有很多香港人 從一個外國回流回來香港 就覺得 咦? 希望中國向好 很多人都叫我們這些人 叫大中華膠 我相信如果妹妹 如果看她在鄭玉玲的星夜傾程 你會發覺她也是一個大中華膠 她以一個 希望可以真真正正的愛國者 你看到 梅艷芳就代表了一種真正愛國的情懷 你不對 我會說 我會指出你不對 但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我又希望幫到手 幫到你 當然了 去到現在 有人問 你覺得如果妹姐仍然在生 她又會怎麼樣呢? 我自己覺得 六四事件的時候 沒錯 什麼民主歌聲獻中華 很多很多的演藝人 都曾經在這裡獻唱 或者甚至是百日制之後 六四事件發生了之後 一百日之後 仍然很多演藝人 是站出來說 就是要繼續追求中國的民主自由 民主的建設 而在民主歌聲獻中華那裡 如果你看回 YouTube現在有的 你可以看到 梅艷芳是負責的什麼位置呢? 她是負責的領唱者 她是負責的 站得很前的 OK 那麼 以當時的形勢 你可以這麼說 當時的形勢 每個人都會站在西瓜靠大邊 你現在終於證明了 事實上有很多人原來是西瓜靠大邊 日子過了之後 就會靠另一個大邊 有很多這種人 梅艷芳 在2003年 2003還是2004 哥哥離世之後沒多久 就到梅姐 好了 我自己覺得 人要看性格 所以我認為 如果從我看見梅艷芳 很多人對她的性格的描述有一個共通點 梅姐1999年上了 央時春晚 OK 我不知道 好了 你要看性格 如果你是1999年 我覺得如果真的如此 也不奇怪 因為我想說 很多人 我曾經上去大陸做生意 那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不是遺忘了六四 而是當時覺得 進入大陸 協助大陸的發展 是一種叫愛國的行為 我們也會希望中國和中國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告訴我 你會說梅姐不是 我的資料錯了 她其實後來曾經上過大陸發展 OK 甚至如此 我也覺得 這不是一個變節的行為 一會兒我會詳細說什麼叫變節的行為 好了 但是我自己看梅姐的性格 以及加上她身邊的人對她的描述 很多人都對梅艷芳的說法是一個 義氣子女 對一些就算不是很好的朋友 她幫得就幫的 基本上 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聽不到一些對梅姐 有一些很negative的評語 好了 這種叫做 急功浩義的人 梅姐 我覺得她跟她的徒弟 何韻詩 何韻詩曾經承認過 她跟她的師傅梅艷芳 在性格上其實是很相似的 我相信 就算今天 你說 1999年 梅艷芳曾經上過去大陸出現 春晚這個節目也好 但是如果 在2019年 甚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 如果梅艷芳還在的時候 我相信她會站在人民那邊 這就是我沒有證實的 你是對一個人的性格的判斷 不過我也想說說 什麼叫做變節呢 這個我希望可以 大家未必同意 我的說法 大家未必同意 不過不要緊 相信民主的人 應該保留一些討論的空間 我認為邊緣有四個層級可以大家去思考 第一 叫做賺食 王子華想說 賺食而已 很多人都要賺食 第一個就是他因為要賺食 所以他就在大陸工作 但是他不會就這些政治事件去表露他的立場 今時今日都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不過我說有一批人 有一些人 我在上面工作 但是我雖然贊成民主自由 但是為了賺食 所以我就不出聲 一種 這種人是不是變節呢? 我自己就不定義為變節 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同 好了 第二種 騎手 在上面賺食 但是我也說了 現在不可以不表態 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OK 於是他就要做騎手 可能行路人也知道 騎手是什麼? 不到你不做 你不做 你就不可以在這裡賺食 好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說 那我不在這裡賺食 走吧 這些我們當然覺得好東西 不畏五斗米而折腰 值得清揚 老徐一向都是選擇這個概念 就是讚揚 多於對一些非欲擁有公權力者去鞭撻他 他做了一些我們欣賞 甚至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便讚揚他 好了 這種騎手是怎麼樣呢? 其實某個程度上都是屬於賺食 好 第三 就好像阿叻 高智深 李力池 這些 為暴政背書 很文化的 說你們這些黑暴 諸如此類 這個層又不同了 這個很明顯是站在暴政那邊 去從事一些叫做 押制言論自由 押制普世價值的一群人 這些人當然應該是鄙視 大家都記得 曾志偉這些人 曾志偉不是歸雷這裡 阿叻就是歸雷這裡 曾志偉是沒錯 他跟鄧炳強、諸如此類 他基本上是一個娛樂人物 是一個小丑 但跟我的人說 阿叻 李力池跟高智深不同 最壞那種人 或者叫做 值得我們大肆鞭撻 就叫做好像台灣的藝人王安 主動檢舉 主動檢舉一些他所說的 他所不認同的政治主張的演藝人 這些 真真正正是屬於 就算不是 我不知道他六四的時候 黃安怎麼樣 我沒有檢查過他怎麼樣 但是阿叻、高智深、李力池等 基本上以當時所謂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形勢 有誰沒有加入過 他三個都可以被稱之為變節 至於台灣藝人 這個黃安不是人 我們叫做這些不是人 好了 這個我覺得就是 毛燕芳其實我想說的 純粹是我相信 暗妹是一種 有 性情中人 是一些合女的一種人物 至於 無論成龍、曾志偉、朱尼翠 整班都叫做搵食 昔日可能在民主歌聲獻中華出來 都是西瓜靠大邊 搵食 整班都可能搵食 但是這個世界有些人不是 毛燕芳不是搵食 張堅廷不是搵食 他們要為他們自己的政治信念付出代價 好了 毛燕芳就說到這裡 現在我想說說 有關彭帥的事件 最新的進展 最新的進展 就說彭帥終於現身了 跟國際奧委會的主席甚至通了話 國際奧委會的主席就說 好了 約定他 一月大家一起喝杯茶吃過包 好了 這一篇就叫做國際奧委會主席 稱與彭帥視訊通話30分鐘 他聲稱平安無事 希望大眾尊重他的私隱 這就是他們的視訊通話 好了 這是11月21日的事情 就是昨天的事情 這個主席就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 咦 為什麼忽然找不到他的名字 不要緊 這個叫做奧委會主席巴克 以及來自中國 曾經參與三屆奧運會的彭帥 選手視訊通話 在30分鐘通話的開始 彭帥是感謝奧委會對他的健康關心 還有他說他平安無事 住在北京的家中 但是想要他的私隱在這個時候獲得尊重 他也說現在更喜歡和朋友和家人共度時光 不過他將會繼續參與他熱愛的網球運動 看看東奧有沒有這個網球 看看到時候會不會看到彭帥代表中國出賽 聲明就逐止 國際奧委會運動委員會的主席 還有另外一些人 除了主席之外 還有芬蘭前兵球國手 叫做霍達 Emma Verho 以及國際奧委會中國委員 中國前女子羽毛球運動員 李寧慧 也有參加了今次的視訊通話 主席特霍說 看到彭帥過得好 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 他看起來很放鬆 我向他表達了我們的支持 並且在他方便的時候要保持聯絡 他顯然很感激 根據這個聲明 巴克 剛才不知道我的名字 突然變成了特霍 特霍是不是另一個人 不要緊 主席是巴克 不是特霍 主席巴克在通話的尾聲邀請彭帥 他說我們在明年一月 當他抵達北京後 希望和他共進晚餐 彭帥就因言接受 雙方同意 特霍和李寧慧也將會一同參與 特霍也是奧委會的其中一個成員 OK 我們先講講 整件事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整件事的過程究竟是 為什麼會報導現在今時今日 其實21日就是昨天 發生了很多事情 一會兒你聽我說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 昨天基本上 各方都會撲出來 希望撲滅這個火 我說中國那方面 好了 首先 彭帥在11月2日 透過自己的新浪微博 公佈了 他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張高麗的不倫關係 這個鐵文在20分鐘之後 被中國全網刪除 但是在境外構成了熱話 每個人都在參與討論 從各方面有政治的角度 男女的角度 各方面的角度 來討論 但是官方 由11月2日開始 一直保持沉默 保持到什麼時候? 保持到11月18日 16日 官方也是保持沉默 而外國記者問到外交部的時候 記者會 外交部都說 我們沒有訊息 這不是外交問題 直到什麼? 當這件事受到外界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官方媒體 也不是政府 官方媒體 在11月18日至21日密集地發佈 有關彭帥的動態 有照片 有影片 而主要是向外界傳出一個信息 彭帥很安全 但是 純粹是這個訊息 但是究竟 張高麗有沒有侵犯彭帥呢? 沒有 官方完全沒有一句 沒有資源 一句話也沒有說 到現在也是 現在是由彭帥說沒有 不是說 透過信件 電郵說沒有 好了 我們再看看 18日至21日 官方如何密集地出招 首先 11月18日 這個叫做 中國官方媒體叫做 環球電視網 在凌晨發佈一封聲稱是由彭帥寄給 WTA 國際女子網球 總會的主席 在郵件內容聲稱 WTA提及的性侵犯指控並不正確 It's not true 而CGTN 就是中國環球電視網 刊出這個報導之後 世界女子職業網球協會主席 Steve Simon再發聲 回應說 有關電郵 表明難以相信這封電郵是由彭帥所贊寫的 他就說 WTA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取得獨立 而且可驗證的證據證明彭帥是人身安全 Simon又指自己已經多次用不同的渠道 嘗試聯絡彭帥 但是 也是不成功的 Simon又指出 電郵讓他對彭帥的安全和下落更加擔憂 這個我在之前那一集節目也說過 這是一個愚蠢動作 就是用一封電郵 當然 有些人從不同的角度評論這個電郵 這個電郵是攝影機器 還有一些標誌 諸如此類 我就說 其實彭帥又不是不認識Simon 照計要發的都是他自己親自發 又要不要透過中國環球電視網 所以這些是很有趣的 中國做的事情都會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 或者他們自己的方便 而不是按照常人的邏輯 所以就讓Simon這個常人覺得 這樣就更加擔憂了 要透過別人證明你不安全 所以他重新要求中國要允許彭帥自由發言 不受任何方面威脅和恐嚇 同時他也要求大陸當局要尊重彭帥有關的指控 在透明和沒有審查的情況下展開調查 好了 這件事情為什麼還沒完呢? 剛才老徐也提及 現在Simon又再提及了 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是否要有一個 既然彭帥說得出來了 現在雖然你說否認 否認是一個基本上未證實的否認 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個電郵 所謂給Simon的電郵 是未證實 是否真的彭帥發 好了 然後還有 之後 這個不行了 為什麼? Simon也說明了 說我不接受 所以說如果不能夠獲得滿意的答案 他就會不惜可能 停止他們在中國舉辦網球賽事 撤回他們可能有的辦公室 之後 第二天 又是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其中一個記者 叫沈思偉 沈思偉出了一個Twitter 在Twitter那裡 就形容 這個Twitter就說 你看看 彭帥在他自己家裡 就出了幾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說 彭帥其實一直都安全 你看看他在家裡 但是 有些人就看 就說不對勁 為什麼呢? 彭帥穿短袖衣服 北京現在很寒冷 就算你在室內 也不會穿成像夏天一樣 就算在家裡開暖氣也好 你看到老徐現在在英國 我家裡還沒有開暖氣 今天大約是四度左右 開暖氣要電費 就算不要說不算電費也好 就算是這樣 我也只會脫掉外面的衣服 不會穿成像夏天一樣 很多人都覺得 這張照片有景色 好了 接著另外一些人就看到 你看到 彭帥後面 有一張照片 很有趣 有彭帥和小熊為 Winnie the Pooh的合照 於是就說 是不是有什麼政治信息 在背後主使整件事就是習主席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有很多推銷 不過重點當然不是這個推銷 而是 基本上都是那個問題 大家都說 喂 又不用管這個環球電視網 越左代代替 為何彭帥不自己出來說 既然知道 這麼多人都關心你 這麼多人想聯絡你 其實 聯絡不了彭帥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你解釋不通的事情 來的 彭帥作為一個這麼出知名的人 他有這麼多的朋友 外國的朋友 都會懂得WhatsApp 他 Signal他 很多方法去聯絡他 他為什麼不回覆 這個 其實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好了 雖然他做了這些無聊事情 好了 去到什麼呢 去到11月20日 就是一天之後 為什麼 又是那種 國際社會不收貨 你做這麼多事情 國際社會也不收貨 於是 就載環球時報 另一個媒體 也是一個 在外國世界而言 是完全沒有公信力的一個媒體 就發出一個新的影片 這個影片就說 有彭帥 彭帥和他的教練和一群朋友在一家餐廳吃晚餐 就說在這個影片裡面 是影片 因為影片裡面 有一個人特意在對話當中 今天 明天又不接 11月21日又如何 11月20日又如何 特意說日子出來 怕死你 懷疑這段影片是舊片 特意說日子出來 好了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接著網友又說 喂 為什麼彭帥 好像是不是真的彭帥 甚至說 喂 喂 現在那些疑惑你知道 你怎麼都可以 都是不相信 好了 接著 既然如此 11月21日 就要再出招了 這個 又好像是由環球時報 11月21日 這個胡錫進呢 就說彭帥今早有活動 那個是什麼活動呢 讓大家看看 就說他出席一個 叫做網球賽的開幕儀式 彭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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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帥出席了這個儀式 好了 還說是影片 給大家看看影片 每個集中 vor書 明明 四季飞行动员 在唯一过一项 以及两届大发的真正奉� 三个争以这个双打 faut rider 架标定就是这个顿 写真重 好,大家看到这个影片 彭帅后面,大家有没有留意 似乎是没有人坐的 后面的空位是刺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活动 这个叫胡锡进 他在推特上声称彭帅那天出席北京 在青少年网球赛的决赛开幕式 不过,推特出了之后 网民提出很多质疑 有网友说,你看到彭帅好像很不自然 面露有不安的神情 还有人说,你有没有发觉彭帅 没手没脚,社会性死亡了吗? 意思是为什么不自己出来 接着他说,为什么没有社交媒体 为什么近况需要官媒来操心呢? 要官媒来发放他的信息 还是彭帅地位崇高 需要官媒当时发言人 接着也有人说,反正网络也是你们 媒体也是你们 你们说你们的,我们不信我们的 你们有你们说,我们有我们不信 好了 这个又是 你无论做什么都没用 而且傻子找环球时报 为什么我说傻子找环球时报呢? 不过你找谁都没用 但是环球时报更加在外国世界里没有公信力 它是一种战狼的媒体 过去一直来说 它的表现是一个战狼的媒体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找 你也找一个没那么战狼感觉的媒体 是吧? 不过也是说一句 中国所有媒体都是姓党的 你找谁都没用 接着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就是刚才说的WTA 发言人表示 他说这些影像也不足以证明彭帅是安全的 这又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你放他的影片有什么用呢? 一来不是他自己说话 二来就算他自己说话也好 也不能够证明他是安全的 也不能够消除我们对他的担忧 好了 WTA一直来说 仍然不肯罢休 接着怎么办呢? 接着就有管理网球赛事的国际网球总会 也打破了沉默 这个主席叫做哈甲提 在21日 就是昨天 清清将会持续跟彭帅联络 以确认他是安全无恙的 哈甲提就说 本周末出现他的数字的影片 这个似乎是有了一些正面的进展 但是我们将会持续设法直接跟他本人联络 以确认他是安全无恙的 这个叫做国际网球总会 是一个更加大的组织 在网球 甚至是整个运动界当中 他们是管理网球赛事的 现在都出来发声了 现在 好了 而他所说的也是常人的说话 这个常人的说话就是 你放影片来有什么用呢? 一定要彭帅在完全安全 自由的环境之下 让他说话 如果是这样 就一定要离开中国 如果他不离开中国 他怎么可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或者让他进入领事馆 让他进入美国领事馆 在美国领事馆去说话 然后如果他所说 为什么呢? 相对是安全的环境 他就算说出真相也好 他就可以 美国领事可以保护他 好了 这些所有招数 都无效 所以才有昨天 彭帅亲自现身 和奥委会主席 通话30分钟 现在外界是否真的相信了 彭帅所说的话呢? 当然不会 为什么呢? 彭帅那30分钟 他后面究竟 他看到视像 四周围 究竟会不会国宝站在那里? 会不会呢? 其实他自己的家人 已经被枪指着脑袋 这些所有的影片 都不可能会让世界的人 相信现在彭帅所说的话 没用的 显然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通话的尾声 他邀请彭帅说 在下年一月 当他到了北京后 想和他共进晚餐 为什么? 为了要保护彭帅的生命 可以留到下年一月 当然 你说 现在中共够不够胆? 推倒彭帅 就叫做灭口 现在世界不收货 因为彭帅的危险 仍然是有的 为什么? 死了一了八了 突然间有急病 死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 一个有理智的人 是不会相信彭帅 是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之下 说的任何东西 现在 全世界都是尝试 是希望可以保 令彭帅 是不至于 叫做 叫做 没有了他的命 好了 这件事会继续发酵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国际社会仍然 不会收货之外 其实 现在你可以说 北京的 叫做 在冬季奥运会这件事上 一直会延续到夏年2月2 现在国际社会正在热烈讨论 究竟应不应该杯葛北京冬奥呢?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北京才要这样出来一再解话 如果以北京过去一直以来的风格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内政 关你什么事?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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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政治局常委 去搞女 干兴底事 真是干兴底事 你们是 我两人说是名副其实 是我们的内政 是不是? 关你什么事? 其实如果按照他们以前的风格来说 这几句话已经说完了 不用搞这么多事情出来 就是因为 夏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涉及到中共的面子与尊严 如果遭受大规模杯葛 就会出丑于国民面前 中共现在不怕出丑于外国 不要紧 出丑于我出惯了 现在最重要是不要出丑于国民面前 因为这有外于宣扬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下的 下一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福兴梦 到时如果在冬季奥运会 小猫几只完全毫无气氛的时候 那你就大近视了 到时中国人都觉得 不是吧 我们还记得2008年的奥运会 多么虚陷 即使发生大地震也好 我们中国人一下子就搞定了 如果东奥搞到小猫三四只 那真的对习近平来说 是很乐面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列邦内肖 正好让这帮帮史臣 来见证我们北京的繁华盛世 又给予列国的史节 一个可以享受到我们中华女儿的千娇百利 在走陷以热之际 随时可以弄出一些爱情故事 是吧 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慷慨的回礼文化 给你一些礼 这些帮帮史节 随时可以说个个满所而归 抱得美人 又可以有金银珠宝 回到本国的时候 可能可以为天朝讲尽好话 可以缓解目前国际紧张的形势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吹水 过去一直来说 中共是不断用尽方法去招呼这帮帮史节 甚至有很多绿影带存在 你们如果不知道 这个对你们的接待 其实在另一个范畴来说 是去帮你们拍摄一些三级、四级的电影 然后就让你知道 你现在做了AV男主角 过去这些都是很多涂了出来的一些中共的情报人员 也会告诉你们这些情况 好了 现在 所以你解释一下 中共真的很想搞好冬奥会 搞好的意思是 希望外国人真的来参与 不单是官那方面 民那方面也想来参与 这可以衬托出所谓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盛势 但是现在搞成今天这样 究竟彭水的现身有没有帮助呢? 彭水的现身我相信怎么也有少少帮助 但是有多大帮助呢? 就跟形势有关了 现在最新的形势有关 彭水现在 这件事 就让五眼联盟一起商讨 杯葛北京东澳 这件事也是发生在21日 所以我说昨天 在这件事里有很多的进展 太阳时报报导 就说英国正与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 Five Eyes的其他成员国积极讨论 外交杯葛 即将在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 五眼联盟的成员 包括了 英国、美国、澳洲、纽西亚和加拿大 这个报导指出 杯葛选项包括了由五眼联盟所有成员国 发表联合声明 但是英国、澳洲、加拿大 较有可能联合行动 我不知道意思是什么 另外两眼不行动 但是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呢? 包括外交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 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等 等共五名批判北京立场鲜明的英国国会议员 在17日致涵首相Boris Johnson 要求他外交抵制北京东澳 禁止官员出席 不过手上办公室目前对外仍然表示尚未作出相关决定 并缓引强身过去的说法 指出 英国长期以来不支持杯葛运动赛事 所以究竟会怎么发展呢? 我相信这几天五眼联盟究竟会不会真的出一个联合声明 去杯葛冬季奥运 很快就应该会知道 如果真的这么发生的话 我觉得不止是五眼 不止是英国国家 还有其他的 欧洲 因为你看到 现在这些国家推动最大的力量 不只是总统、总理 不是这些人 是国会的议员 如果五眼联盟走在一起 说我们要他的杯葛是外交杯葛 不是不让运动员参加 运动员那一阵 我相信会是下一阵 就是说究竟有没有运动员 特别是一些顶级的运动员 出来呼吁去杯葛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真的不低的 彭帅事件 现在搞得沸沸扬扬 好了 但是你看到 现在中国 非常吱吹 在很多外交问题上 非常吱吹 为什么? 他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 会让彭帅风潮继续卷大 他不单止在彭帅这件事件一再 好像退让一样 以前我刚才说 干兄弟事吗?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内政不关你事 一句就答完你了 现在不是 又出了影片又等等 现在不止 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 你也看到他 不敢做太大的动作 这个叫做 中国决定降级和立陶宛外交关系 严正抗议在该国设立台湾代表处 这个也是21日 这一天 中国你看上来 严正抗议 立陶宛设立台湾代办处 整件事是怎么样的呢? 在今年5月 立陶宛外长宣布 会退出中国中东欧17加1的合作机制 之后8月宣布允许台湾政府以台湾名义 设立代表处 接着 中国8月10日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去到10月21日 欧洲议会通过挺台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去到10月28日 欧盟理事会主席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联名 福顺给欧洲地区的福尔摩沙俱乐部 福尔摩沙也是台湾的别称 支持立陶宛和台湾互撤代表处 声称这个做法没有违反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 去到11月18日 这个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运作 接着11月21日 就是昨天 中国宣布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喂 人家现在你经常说叫别人不要触碰你的底线 立陶宛现在差不多在某个程度上 是承认了台湾的了 大家设立一个叫做代表处 那你照计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断交? 而不是将那个叫做降级 你过去不是说得很行吗? 不要触碰我们底线 哦 现在降级而已? 不敢断交? 那当然不敢 就是两个原因 刚才除了说冬奥 到下年2月 真的习主席很想搞得好好看看之余 还有整个欧盟重复立陶宛 你看到 那时候老徐也在节目当中放过一个相片 当立陶宛的领事走的时候 整班人和他一起拍照 拍张合照支持他 这个意思 这些就叫做 两个字 形势 形势比人强 你习主席也没办法 即使是万年一见的民主也好 形势比人强 不过 好消息 不是不是 坏消息 看看你怎么看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可以是 也有的 你看看你觉得这是好还是坏 你自己判断吧 好消息 怎样这么少呢 在几天前 美欧日三方延续 在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联盟 去应对中国非市场政策的挑战 这件事又是在彭帅事件殉酿的时候 就发生的 所以我说有些事情是不到你不信的 人需要走路打倒退 好了 这件事又如何呢 大家看到日子是11月17日 美国、欧盟、日本在11月17日 就发布贸易部长联合声明 宣布会重新签处由特朗普时期 倡议的三方伙伴关系盟约 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贸易行为 什么是非市场贸易行为呢? 就是说那些是为了要对抗那些用国家的力量去扭曲市场的行为 所以他指在什么呢? 建立新的国际规则 以限制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 抵抗有害的补贴做法 并且阻止强制转让技术和盗窃知识产权 这个联盟在他们的声明里 完全没有中国两个字 不过过去谁做这些事情做得最多 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好了 这个欧盟网站在11月17日贴出 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 就这么说 美国贸易代表 凯撒林大大 凯撒林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秋生田光一先生 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瓦尔迪东布罗夫斯基先生 名字很难读 好了 宣布他们已经同意延续他们的三边伙伴关系 以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 带来的全球挑战 这个声明还说 三边伙伴将会在未来几周重新开始工作 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 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好了 这又是另一个形势 对于习总看起来非常不妙的形势 不过这么说 你知道习总一直从小到大都在疫境中长大的 所以我相信这些疫境只会让习总的战斗力更加强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所谓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义 如果从习总主席的角度来说 这些是好消息 因为他又遇到挑战了 就可以让他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又走近一步了 好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只可以用周星辞的一句话作结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恭喜 恭喜 好了 到最后只可以说说恭喜 不然也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 《徐时论》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透过CLASS 留言、赞、订阅、分享、订阅 还有老徐有一个PATREON 大家可以做PATREON会员来支持老徐 每个月是3美元的月费 可以看到《声音党》、《文字党》 看短片的时候不用看广告 还有也有一些叫做《老徐有声书》 现在暂时老徐正在读自己的一本旧作 叫《女人物读》 好了 说到这里 拜拜